文章来源一条 王杰和李欢 是两位来自安徽的90后单亲妈妈 分别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和七岁的儿子 去年他们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家庭模式 作为离婚搭子住在一起合伙带娃 带着各自的孩子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四口之家 最近这种模式上了热搜 有网友羡慕 闺蜜在身边儿女双全神仙日子 也有人质疑 迟早要吵架散伙 没有男性的家庭是不完整的 一条拜访了这个特殊的四口之家 和两位妈妈聊了聊 住在一起后的生活改变 与给享共居带娃的单亲妈妈的建议 Q在决定成为离婚搭子前 你们分别是怎样的状态 为什么会想到住一起 李欢 我是在儿子半岁时离婚的 之后独自带娃六年 和很多中国的单亲妈妈一样 这期间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没有时间去工作 上幼儿园前你必须24小时跟着孩子 上幼儿园后每天八点上学四点放学 你得去接送 寒暑假也得待在身边 因此要加班出差 单休 晚上要出门应酬的工作完全没办法做 更别说长期的职业道路规划了 在合肥满足要求的工作 一个月工资最多3500元 王杰 我现在处于分居走流程阶段 协商离婚后 带着孩子回到老家待了一年 这期间 由我母亲帮忙照顾 但我很快陷入了抑郁状态 不但婚姻失败 还要回家拖累母亲 于是打算独自带孩子试试 我和李欢从学生时代就认识了 是19年的好朋友 几乎是亲人的关系 跟他讲了我的想法后 他邀请我来合肥 和他一起住 他说 带一个也是带 带两个也是带 于是我就收拾好行李来了 我们目前住在一起半年了 很多人都觉得 离了婚的女性就应该在家里哭 但他们无法想象 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开心 这种离婚搭子的模式 应该会继续下去 未来我们有可能会谈恋爱 但绝对不会二婚 Q现在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房间怎么分配 另一个人需要付房租吗 王杰 房子是李欢买的 位于合肥的高新区 算是发展的不错的区域 我每个月付给他2000元房租 作为我们一家四口日常开销的一部分 房子90多平米 三室一厅 我们两个妈妈带着各自的孩子 各住一间卧室 还有一间房间 用作两个孩子的学习房 阅读房 Q 离婚搭子模式 解决了你们的哪些难题 李欢在工作上 过去三年 我俩几乎都是属于不上班的状态 但现在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些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我是办自由职业 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王杰做行政工作 忙碌一些 工资也比我高一些 等他工作稳定了 今年我也打算出去多接几个项目 偶尔出差加班 把我们家的收入水平 孩子的幸福水平 再拉高点 工作中 如果孩子遇到突发状况 我们会互相扶持 比如一个孩子生病的时候 我们会请假 两个人一起照顾 以前独自带娃的时候 有一次儿子感冒发烧 大半夜的 我一个人给他穿好衣服 开车去医院 抱着他排队 他涂在我身上 地下 我也没有手来收拾 当时看着周围的一家三口 觉得自己的婚姻好失败 人生好失败 但凡身边有一个人 是不是都能缓解一点 所以现在王姐女儿生病的时候 虽然他说 没关系你不用来 但我还是一定要去 你拿化验单的时候 带孩子排队的时候 我在旁边 哪怕是帮你拎个包 陪你说说话都好 不仅可以帮你做事情 心理上也有一个扶持 另一个例子是家长会 如果对方工作忙不过来 我们也会作为对方孩子的家长出席 经济压力也是单亲妈妈们 普遍面临的问题 之前 当你想优雅地坐着喝咖啡的时候 想的都是下个月要还多少房贷 孩子又要交什么费了 而这一杯咖啡28块 都够你们一家一天饭钱了 太夸张了 两个人住在一起后 其实开销是减半的 比如做四个人的饭 和两个人的饭 平均下来 肯定前者更便宜 基本上3000元以内能搞定 日常生活中 我们秉持着该花的就花 不该花的 绝对不花的理念 饭自己做 两个星期逛一次超市 每次买菜差不多400元 衣库不用太贵 但影响脚发育的鞋子 一定要买好的 周末带孩子去免费的博物馆 科技馆 公园 孩子是没有金钱观念的 只要玩得开心 花不花钱 他们无所谓 但这并不意味 我们会亏待自己 省下来的钱用在带孩子旅游上 王杰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最大的好处是 我们有人可以说说话了 单亲妈妈通常很少有社交 白天带孩子 晚上睡觉 唯一的时间就是 孩子睡着后 他才有空翻翻手机 却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聊天 长此以往 他也变得非常封闭 习惯性的 不把遇到的困难告诉别人 自己能扛就自己扛 现在住在一起 每天孩子睡后 我们可以讲讲 在公司发生的事情 教育孩子的问题 甚至分享上班路上看到的云彩 聊一聊笑一笑 在偷吃点零食 不知不觉 烦恼就没有了 可以不带着困扰入睡 Q和普通的一家三口的家庭相比 离婚搭子模式 有什么优势和挑战 王杰 优势是家务分配 变得更加平衡了 很多家庭 夫妻双方 都是要外出赚钱的 但回到家中 父亲眼里常常看不到隐形家务 因此 母亲虽然工作也很累了 却要承担做家务的角色 我们现在的家务分配是这样的 在接送孩子上 按照各自的工作时间安排 李欢早上七点起来做早饭 吃完饭后 我八点送两个孩子上学 李欢四点接两个孩子放学 回来做饭 等我下班后一起吃饭 李欢白天做的家务比较多 那么吃完晚饭后 我就会主动收拾桌子 洗碗 拖地 晚上孩子睡觉了 我们一起洗衣服 晾衣服 其实很多隐形家务都可以随手一坐 并不难 在教育孩子上 我们两个性格很互补 李欢比较严格 负责辅导作业 孩子犯了错奖道理 我是孩子王的性格 平时陪孩子玩比较多 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性孩子住在一起 肯定是会产生伦理问题的 他俩现在的相处模式和普通兄妹一模一样 妹妹喜欢黏着哥哥 哥哥虽然有点口是心非 在家的时候 每天都说妹妹好烦 但在外面就会说 这是我妹妹 你们不准欺负她 虽然他们概念里会觉得我们是一家人 但在伦理方面 我们也会特别注意 比如上洗手间时 一定会把门关好 两个人几乎不睡一张床 迫不得已要睡在一张床时 中间必须有枕头隔开 隐私不韦 对方不可以触碰 结果孩子长大一些 比如到了青春期 我打算在隔壁买套房打通 这样既可以维持离婚搭子模式 又可以给到两个孩子私人空间 比欢 再一个挑战就是 开销是否要严格AA 之前也考虑过要不要AA 但实践下来发现 真的做不到 大家既然决定住在一起 那肯定就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 如果一开始有一点点计较 那长期下来肯定是有矛盾的 因此现在我们基本上是谁有钱谁付 哪个人最近赚的多一点 另一个人就抱他的大腿 Q周围的人其他的单亲妈妈 对你们这种生活方式怎么看 王杰 家人 邻居 学校的老师 都对我们这种家庭模式很理解 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片段 放到了社交媒体上 很多单亲妈妈都很羡慕 闺蜜在身边 儿女双全 过得什么神仙日子 其实尝试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也不少 之前看到网上有一位单亲妈妈 奔赴了两千多公里 去和另一位网上认识的单亲妈妈同居 但可能因为性格原因 差不多快要散伙了 因此我并不建议单亲妈妈轻易尝试 Q对想尝试这种家庭模式的单亲妈妈 你们有什么建议 李欢最好先有两个过程 一是两人先成为朋友 二是两人的孩子成为朋友 单亲妈妈因为有共同的经历 很多想法是一致的 第一步比较容易实现 但两个孩子能不能相处得来 是需要长期观察的 我俩认识这么多年 该吵的架都吵完了 两个小孩之前 虽然不是天天见面 但每个月都会一起玩 大家也都很合得来 因此我们才放心大胆地住一起 王杰 住在一起后 生活习惯 教育理念 消费理念 也需要磨合 生活习惯上 比如你每天给孩子看电视 但我不让孩子看电视 那你的孩子来后 会不会不适应 教育理念上 我们住在一起前 就先约定好了 你教育孩子的时候 我不插嘴 Q 很多网友觉得 没有父亲的家庭是不完整的 对此 你们怎么看 李欢 离婚并不等于父爱的缺失 反而我见过一些表面上完整的家庭 父母有一方是失职的 我们教育孩子的是什么 你的妈妈爱你 你的爸爸爱你 你的爷爷 奶奶 外公 外婆都爱你 你现在虽然和妈妈住在一起 但你有很多的家 你周末 放假 可以去别的家住 等你长大了 你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家 很多人认为 家庭一定是基于爱情的 父亲和母亲必须要住在一起 才算完整 但我觉得 我们这种基于友情的家庭 甚至有可能比一家三口更幸福 其实我们想宣扬的 并非弱化男性 并非鼓励所有遇到问题的夫妻都离婚 也并非觉得 担心妈妈合伙带娃 就是最完美的 幸福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你现在哪怕是一个人 身边没有朋友家人 只要你想把生活过好 也是可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